一部电动车当中最贵的一个零件恐怕就是电池了 一颗叫价可能是五六十万 几乎就占了整部车车架的四成左右 但继续这次报道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到 有多少电动车是被充电充坏掉的 根本不是你在自然驾驶的情况之下 把它操坏 根本是乱充充坏掉的 有两个雷区 你千万不要犯了错 打开孔盖放入充电桩开始充电 看似简单的动作 但这电怎么充可有美感 如果今天开的是特斯拉的电动车 但是临时却找不到特斯拉专用的充电站 很多人就会选择像是这样子的转接头 就可以直接在非特斯拉的充电站帮车子充电 就是这个动作使用转接头混充不同界面 如果没有原厂认证 充电座烧了是小 但如果波及到一颗要价60万的电池 恐怕欲哭无泪 一如说它的规格不够 耐热度不够 它的端子会不会有轮毁的一个问题发生 你是从端子的方面去做一个烧毁 那会不会导致你整台车子都烧毁掉 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台湾充电系统三大阵营 包含特斯拉独立一套 奥迪 宾市保时街等欧美车商一套 另外还有日规车款 而充电方式分成DC直流电快充 半个小时可以充到80% AC交流电慢充4到8小时则能将电完全充保 快充好还是慢充好 小心也有地雷 快充快放是比较忌讳的 以及过充过放这两件事情都是比较忌讳的 我们最好在电池容量还有30%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充电 充到80% 90%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需要把它充保 另外长途行驶后 在电池高温状态下马上充电 车子也会自动启动慢速充电模式来保护 毕竟再好的电动车 电池都会被充坏 谁也不想跟前过意不去